很多民眾買新車都喜歡聞那一股新車味 不過就有一師提醒 如果聞太久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健康上面的影響 現在為了解決車內異味的問題 福斯還有Volvo都祭出了除臭的方法 而且未來再買新車的話 可能就不會再聞到新車味了 亮眼紅色修旅在山林間穿梭 向來新車的味道受到許多民眾關注 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聞到就想吐 然而這股新車味可能會完全消失 我們吸進去的空氣 是不是會危害我們健康呢 大概有分四大類 當然不會全部都講那麼詳細 但這四大類分別 第一個就是車子釋放出來的空氣汙染 第二個是你自己呼出來的 第三個就是窗外飄進來的 第四個是微生物製造的黴菌 其實這股難以形容的新車味 是車內裝飾用的材料 像是皮革 塑料材質等 所散發出來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專家提醒 聞久了可能會有引發病症的風險 因為你坐進去之後 吸到都是車子釋放出來這種揮發性有機物質 其實你就會常常覺得 最近好像特別容易頭痛 特別容易疲憊 那其實不是鬧鬼 其實是你的空氣品質有問題 根據外媒報導 為了去除新車位 福特還特別申請一項技術專利 要透過陽光烘烤 加上車內循環系統 有效去除異位 而VOLVO則是推出賞位小組 賞位小組 他們就是要去聞這個各種材質 是不是會造成讓人家不舒服的味道 而且他們在做的時候 還會模擬陽光照射65度 就是讓他車內好像有點陽光照射後會揮發 近年來各大廠也都紛紛在努力消除異位的產生 看來未來買的新車 可能不會再聞到新車位了 東森財經新聞 張展中午軍綜合報導